現在我們要先上的東西叫做靜電 靜電就是不會動的電 不會流動的電 會流動叫電流 後面才會上 第一個就是講靜電 講我們叫做靜電 古人就已經發現一些事情 然後希臘人就發現摩擦後的琥珀 能夠吸一些小小的油麻 可以吸一些小東西 這個在小圈應該做過 拿什麼齒啊磨一磨 然後吸一些紙片 就類似那個動作 中國東漢其實也發現說過 噸磨錯綴 只是說琥珀可以吸一些小東西 然後呢 所以他把這個現象 希臘人把這個現象稱之為電 這個電就是從這個希臘文章變過來 這個是小西裝 有一位大哥就做了實驗 他做實驗發現呢 玻璃跟琥珀會互相吸 可是玻璃跟玻璃 琥珀跟琥珀會互相排斥 於是由這個現象 折到說 電最少會有兩種 電最少會有兩種 所以一個A一個B 然後呢 有的會互相信 有的會互相排斥 他就把它叫做琥珀電跟玻璃電 現在把它稱之為正電跟負電 琥珀電是負電 玻璃電是正電 這個等一下會有類似的東西你要背 類似的東西你要背 電有兩種 然後呢 從這個實驗可以知道的結論 就是小學就念過了 同性電會相似 異性電會相吸 A跟A會互相排斥 B跟B會互相排斥 跟A跟B會互相吸 琥珀電跟琥珀電會互相排斥 琥珀電跟玻璃電會互相吸 請注意 會互相吸引的 除了異性電之外 還有一個狀況叫做 帶電的會吸引不帶電 為什麼我們國中沒有解釋 只告訴你結論 你就記結論就好 所以互相信的情況有兩種 一個叫做異性電會相吸 一個叫做帶電的會吸引不帶電 於是就問了一個問題的 考試會考的類似題目 我們白髮可以換 不同的白髮意思都一樣 請問你他帶正電 帶負電還是不帶電 圖形上顯示A跟B會互相吸引 B跟C會互相排斥 C跟珠會互相吸引 所以B帶什麼電 C帶什麼電 珠帶什麼電 好來 請問 先問兩個 B跟C帶什麼電 B帶什麼電 C帶什麼電 B帶什麼電 C帶什麼電 停車戰界問 好 B C帶什麼電 我們找人 又是21 又是21 21 21 B帶什麼電 C帶什麼電 C帶什麼電 誰負 B帶負電 C 兩個都帶負電 請說 你兩個都帶負電 那個 異性電相吸 所以B會被A吸引 然後B跟C會互相排斥 所以叫同性電相似 所以呢 B是B是帶負電 B是帶負電 C也是帶負電 那 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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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帶什麼 9號 9 豬 豬帶什麼電 暗示喔 答案 要講清楚喔 不帶電 蛤 正電 很好 正電或者是不帶電 會互相信的情況有兩種 一個叫做異性電相吸 一個叫做帶電的 會吸引不帶電的 那當然 老師那你A跟B也互相信 那為什麼B你沒有其他不帶電 因為他如果不帶電 會不會跟C排斥 不會嘛 所以我知道這個B一定是有帶電的 所以叫B會帶負 可是豬他只畫這樣的話 我就只能知道 他就互相信而已 互相信有兩種 一個叫做異性電相吸 一個叫做帶電的 會吸引不帶電的 所以豬答案是帶正電 或者是不帶電 最後是要請你判斷 他是正電還是負電 很簡單 同性電相似 異性電相吸 注意 相吸有兩種 一個叫做異性電相吸 第一個叫做帶電的會吸引不帶電的 知道 那來判斷就可以了 是7-4大 有8-2022 5-5022